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戴口罩就保護我 不用擔心 謝謝 要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不是經理 我怎麼留著過這樣子的東西 那 嚴格來說 我其實是在聯合報的外圍組織工作 我是那個好徒中報的主編 那好徒中報可能大部分都沒看過 他是給青少年看了一個看過 然後五萬念其實是買不到的 我們是用 就是你要自己去電影或者是通過學校 學校裡有電影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月光 那我們今天要 我們是壽命我們長官說叫我要來講講 我之前去愛沙尼亞訪問的一些看法 那我們為什麼去愛沙尼亞是 是為了那個 因為一定把特剛是就有那個科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對台灣來說是比較吸引的 所以我們想說 與其自己關在家裡討論看看別人怎麼做 也許是一種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腦袋裡頭 可以植入一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的題目是說談小博看到吃 不過 愛沙尼亞雖然我們叫人家小博是嗎 我們從小就學說 波羅是台三小博 對 但是呢 這三個國情都比台滿大 第一個 第二個 愛沙尼亞呢 他人口大概行到好像是一百三十一萬多 大概是台北的一半不到 台北市的一半不到 所以大概我們中永和加起來的馬就答應他了 但是他的國土大概是台灣的1.3倍吧 但是有40多萬人是住在哪裡 所以其他地方都沒有人 那為什麼是愛沙尼亞呢 這個 比如知道愛沙尼亞在哪裡 或是不知道愛沙尼亞在哪裡 我講一個笑話 其實也不是笑話 這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我在要去訪問之前 我有去網路找了很久很久 想說只要找一個有沒有在那邊住的台灣人 那突然找到一個大學生 然後 他說 他當時告訴他家人 說他要去愛沙尼亞念書的時候 他媽很生氣 你幹嘛跑到非洲去 所以很多人聽到愛沙尼亞不知道他在哪裡 以為什麼什麼尼亞都在非洲 他是在摩洛迪海邊 然後跟芬蘭就是隔了一個海 那他距離不能大概只有80海里 所以很近 那要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為什麼是愛沙尼亞 要獻住我自己個人的經驗講義 那雖然我年紀那麼大 但是幾年前我有回到需要去念一點大數據 那去在休課的過程 我就去開始被所謂各國大數據的應用 有點興趣 就在我這樣到處查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愛沙尼亞有兩個事情讓我印象深刻 一個是 他是 他開始向全世界人提供數位公民 就是你可以從線上 然後你就可以取得他的數位公民證 那這個東西可以直接讓你進歐盟去做投資 你人不用去但是你取得 然後他就是幫你開一個歐盟的大門 那所以非常吸引人 然後這是一個打獲現有國界的這種想法 那你會想為什麼這個國家會這樣做 後來才發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個 在那個網路投票的國家 他是世界第一個 然後再一個讓我驚訝的是 我大概是看一個德國的報導 德國人的媒體去訪問愛沙尼亞的學校 想要看看他們為什麼他們的數位教育那麼的特別 或是他們的德國耶 在我的心裡頭 他應該就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工業國家 或是科技進展的國家 可是他們的媒體為什麼會對愛沙尼亞的教育 就沒有得有興趣 那這個東西就讓我對這個國家產生了很多的好奇 所以我自己就跑去愛沙尼亞 然後我第一次去當然是一個觀光課 觀光課什麼準事沒幹過對不對 所以不過我還是個認真的觀光課 我還是有做一點觀課 然後稍微跟大家交代一下他的課題 在去之前我覺得愛沙尼亞跟台灣有一些類似 就是他的背景或是他的環境 大家知道愛沙尼亞是哪一年才獨立嗎 1990年 所以距今多久 31年 31年 所以他是個很年輕的國家 而且當然他存在很久了 為什麼1990年就是蘇聯解體 在蘇聯解體之前 他是被 當時有人叫他附庸國 蘇聯附庸國 他以前的人口並不是只有100多萬 是他被蘇聯統治之後 他大量的人口被移到西伯尼亞去 然後再把蘇聯的人送到愛沙尼亞來 所以他的人口其實大量滅絕 他不是今天這樣 他以前也是好幾百萬人 是被送到蘇聯去之後 那邊凍死 什麼送戀或其他 所以他現在的人口裡頭 大概還有三成多是二五師學校 有沒有覺得跟我們有點像 然後他就是緊接著俄羅斯 所以他邊境的很多的鄉鎮的人 其實也只會講俄羅斯話 但他是愛沙尼亞的人 所以他內部有沒有這種所謂的衝突 有 但是你如果是官方課 你其實看不太出來 就像我們台灣 我們兩岸的東西其實是 可能大概在裡面上面 但是如果你從外顯的東西 你只看不出來 你只會是跟人家討論的是什麼 那俄羅斯還是你愛上兩些事 那所以他這個強大的鄰居 有威脅的鄰居今天還在他旁邊 他的人口裡頭裡有俄羅斯的人 那你想想看他又被他重置那麼久 他才獨立31年 你想這個國家裡面的人的本質是一個怎樣的 會是什麼樣的人呢 或是他們是怎麼樣的面對這個現代的社會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俄羅斯的影響 趁時光上個子之後拍了 就假設這個是成人 看得出來這個是成人 如果你往這邊看 就是這個 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 那你如果往成裡頭看 就是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五星底飯店 五星底飯店 然後冷戰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那個疊戰 全世界間諜活動最有衛的地方 所以這裡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電影是被拍的 K基地就在上面 一個秘密基地 他要監控所有的 因為當時西方的人要進去 他會被安排住在哪裡 就住在這裡 他是個五星底飯店 他今天還是五星底飯店 你像地飯店 他其實在熱門 然後你看他就監視了整個層 他可以看到他整個層 然後這個 如果你是房客 裡頭 電梯是不會搭那裡 然後電梯也沒有指示 說上面有另外一個 就是電梯好像是直到22層 那他是在23層 然後要上去要經過 這個像出口的地方 然後另外的門進去 那這些東西是 後來他們 蘇聯撤離的時候是集體撤離 那這是少數他們沒有帶走的東西 他們是從這邊拼湊 當時他們在裡頭幹什麼 在以前蘇聯還在的時候 他們是不知道的 然後 然後也是他們 這樣很輕鬆還蠻好玩的 因為 現在的埃塞尼亞的氣氛 他會把它弄得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 就覺得 所以當時 那時 套路斯人的監控其實是 隨時在他們身邊 然後 再看一個 好 這是跟大家分享 這是另外 這是在拉脫維亞 就是他下面那個國家的KGB 其實我 我那時候對KGB很有興趣 我到現在是 那這個是 拉脫維亞的KGB的那個 總部 看起來很普通 然後這個是裡面的樣子 這個是裡面的樣子 他官人 官囚犯 就是讓他放空的地方 這是囚犯最輕鬆的地方 但他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們說在這邊 因為這三個國家 就是他們其實管控的國家 每個地方都有貼近的 他說當時送進來這裡 他們起碼知道的就有四五萬人 送進來之後就不到去哪裡了 等到俄羅斯人走了之後 他們在森林裡頭 就發現很多那個萬人走 所以那個名 就是到底是些什麼人的確認 好像那個工作到現在還在做 因為要練那個DNA 或者是沒有燒掉什麼 是殘留的東西 所以那個工作其實都還在 所以那個 那個記憶是還在 不是很遙遠的 剛剛講了半天 這個 這是他的背景 跟他們幾年前 或幾十年前 才在那樣的環境影響 可是那邊看起來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8年的那個Pistar 但是先講一下 你還欺騙幾年前 大家都講說芬蘭的那個 教育有多好 很多人還出了書 還去學習 那時候也是 跟芬蘭的Pistar 還講說他多好 大家看一下 埃莎尼亞在這裡 芬蘭在哪裡 芬蘭在哪裡 芬蘭在這裡 他們一樣都贏過芬蘭 不過這個時候沒有人說要去結埃莎尼亞 不過這個時候沒有人說要去結埃莎尼亞 但是我們去了 為什麼埃莎尼亞可以做到這樣子 他跟我們其實跟香港什麼都已經很接近 先跟大家 這個可以放一點嗎 再按一次就好 先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放到一個小總結吧 謝謝 我們是個小小生 我們想要做個好好的 但我們只是想做做好好的 便想做任何好 我們想讓我們一見我們 一直走 因為我們又很小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 在當時我們在這裏 started 來自曝莎尼亞 部落地含三小国之一 人口只有台北十一半 国际是三小国中最强的 经济实力却是三小国中最强的 世间银行将它为高兽国家 英国经济学人称它为科技领导者 19年前所有学校就有班评和上网 7年前它成为全球第一个将资讯教育延伸至小学的国家 阿萨尼亚高中以下的资讯科技教育 有资讯教育基金会同搜 2012年阿萨尼亚政府与民间一起推动城市欧 当时有二十间国中小学师生参与 现在 capital 城市教育 ي延伸至六十米 一般的技術的技術 科技術的技術 技術的特殊 她是八年了 她一小学 她是一班的 so they already in first class developed these low Lego robots we did that when I was in ninth grade and we have only two lessons about it She has a full force about it it's like...wow and that's her favorite force you can see in development how fast in a sense it's going to develops 或是新的建築物 我覺得她說 可是這學名字都不學憲證 還可能 沒有標準科技大學都不厭的理解 可是她把文化這個法律的修修 讓我們很痛苦 我覺得這邊的工作都學會比較IT 你要不要做Customer Service 就是做IT方面的東西 就是沒有那種比較多元化的 我會推薦他們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活水平算蠻高的地方 你也可以學到有多東西 也是國際網買進 但是我會覺得要看你學什麼 像我學學IT這方面是很值得 因為你如果畢業就很好的 因為我們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因為是要對準台灣的政策 因為我們主要是談政策 所以我們主要是關注到政策 那時候我們比較沒有到教學現場去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也會需要要求 可是他們對於學生 就是他不會讓他們曝光 所以我們都只有接觸老師 跟這個政策的決定 這樣子 總之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他跟我們保留的叫做未來教室 其實看起來就是一間教室 可是他們一個抽牌 就是有一堆淋淋扣扣 很有趣的教學的東西 有一些什麼小機器人 你看旁邊機器人 然後他會很多線或是什麼 他就是老師可以在那邊發想 或是他們有什麼點子 就在那邊討論 然後覺得可以形成一個 一個想要可以做成一個 所以他們很彈性 然後有很多的工作 你曉得我們好像研討會嗎 研討會開始 好沒有這是我算錯的 但是他們的那個是比較好 就是我看到他們是怎麼決定這個東西 然後雖然我時間到 講一下這個 我們在版面上沒有出現到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東西 那我們本來是要訪問這個 Verify 的老闆 他是一個CEO 這個小朋友他現在還在念大學 好像只有大業人 但他好像是19歲的創業 他現在公司是個大概200人 然後非常多的 angel要投資他們 然後這個小朋友他創業的開始 他從他的高中作業 他們的高中作業其實都是一個情境 然後他的作業是說 你用什麼方法可以騙過銀行 他說真的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我去一次 因為你要弄一個照片 掃上去說這個是我姐姐 然後他騙過三家銀行 他設計不同的方法騙 然後我就發現 那銀行知道之後就覺得 我的天啊 然後他從這邊發現 哇 這裡頭 搞不好我可以靠這個 幫銀行找出人家是怎麼騙你的 做成生意 這家公司就是這樣 他可以 他的客戶是全世界 然後去幫銀行找出這個人是來騙你的 他們 那怎麼騙 他說是商業機密 那我們本來要訪問他的銀行方便成 因為他後來太忙了 然後大家有空也許可以去找一下這個人的 你在我路上可以搜尋一下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Hits up 我問他們說他們的政策是怎麼形成的 他就是說 就老師討論 有些基層人的話會發現 或是比如說樂高 他們提供一個怎麼樣的有趣的東西 他們就會私事改 就覺得不錯 就不錯 或者是這樣 他們就改了 他們很少是從上下 通常是老師或是學生或是什麼 然後討論一下 而且這個組織的形成是什麼 包括什麼財政、募經濟、募大學 是加在一起的 我們是 所以大家會知道相互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他們那個 那個對於未來的想法 或是什麼是比較虛中 而且是比較清楚知道什麼 第三個是 他們大學生超過一半都在打工 不是為了學費 因為他們學費好像冷過一次沒有錢 為什麼 他們覺得這是對付很重要 而且他們打工都是很紮實的 他們覺得這個是對於你 你知道你要找 你未來要做什麼 或是你對什麼有興趣 你需要學個什麼 是很重要 而且如果你能學業跟那個都不好 學業跟工作都不好 他們就覺得以後沒有什麼來得到你 我不能夠好 多人都是這樣 第三個就是數位原生代理的看法 因為剛才你們有看到有兩個年輕人 他們也是那個新創公司的老闆 那兩個年輕 他們本來就在新創公司工作 大概都二十幾歲 他們以後有工程師十九歲 十九歲 已經沒有大學 也沒有大學學歷 所以他們看的是你的能力 所以他們很多學 就是小孩子你只要你有能力 他們就覺得你是可以用的 不管你有沒有學什麼東西 所以可能就是你實際要趕快去學 或是你必須有興趣去把它學好 你就是人才 他們會這個非常重視 所以像Verify他們的公司裡 有很多人是這樣子 好 待會兒 我跟大家分享是這樣 謝謝你們 好 我們可以掌聲謝謝郭主堅 不是請你郭主堅的 但像SYGO上面有兩個題目 我們就帶這個朋友來跟郭主堅提問一下 第一個還蠻直觀 順著您的分享 就說 艾莎尼亞什麼樣的教育機制或制度 您是覺得可以提供給台灣來做參考 因為我們主要是問科技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他們有一個還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要到大學去都還要先考了 然後二級分數要怎麼呢 我們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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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像他們有開各種課程 他們比如說你有一些 比如說你學習就好的 他們就直接去大學上課 他們有這樣連結的課 比如說你高中 比如說我就是開拍手好了 那老師可能交得很淺 然後他們就 他就會幫高中生 在大學幫高中生開拍手的課 知道嗎 就是對 那當然可能學校 不然把國家小 他們就直接這樣連結是OK的 那他們有很多這樣直接連結的課 我相信應該不只是只有科技的東西 我聽他們講的是 你要是 你可以就是學校之外 你想要多學什麼 一定都有環島 他們都有學技工這樣的東西 OK 所以就是把高中教育跟大學 大分教育教的教育 都在某些議題上可以連著起來 你問他們各個學生的 在教什麼大學是有多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剛才郭主任有開講到很多 是賢助學生們去了解程式語言 會學學習程式語言 那這個提問是想詢問說 有沒有看到什麼樣的案例是 藉由程式的工具 讓學生們去思考一些人文的 或者歷史的一些議題 這個部分 我其實是在芬蘭 看到與我們同時有去訪問 跟芬蘭想說 芬蘭被人家講得這樣 然後我們去訪問芬蘭的國際學校 那他舉的例子就很好 那我們是 他舉的例子是說 如果一年級 我有點忘了就是 如果是比如說中高年級的 他出的作業就是 他是這學期的作業 就是如果我要去 渡過去10天 我家裡有植物 我要怎麼維持 讓這個植物灌水 然後所以你必須要知道 濕度溫度 然後那個控制時間 所以你必須要做出那個 你要先做研究 你可能環境的溫濕度研究 然後你在寫程式 控制你的那個灌水程度 他們是一整個學期的這樣 那他們在人文部分的有 就是我看他們學生的作業 他是說 我不是看那個poster在牆上的 他是說 什麼樣算歧視 膚色嗎 或者是流浪漢 看起來像流浪漢或是什麼 然後他們好像就類似 有用那個 我們講的 人也面試或是什麼 我們這個掃過來 那這樣子 你會覺得他是怎麼樣的人 或是他其實不是怎麼樣的人 他會對你說 有些人他可能是知道他身份的 但是他其實不是 我看他們有這樣的作業 是 好 那 塞斗上應該沒有其他的提問 那 這一句話再想說 我們掌聲謝謝 或許 可以再講 謝謝 我們現在來 對面 在錄音 是 你 可以 我們